有拆穿來一滴彩虹 刻在心中 白拉扯 白光 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對 還不如讓我走了呢 楊承麟歌手錄兩集就白云王槍王蘇龍才該被淘汰 這位朝向草原其中 有拆穿來一滴彩虹 刻在心中 還打著脈搏 楊承麟日前登節目 歌手2024出舞台演唱代表作 《帶我走》 不過被網友很虧是翻車現場 甚至還被做成梗圖 即便第二集演唱 林俊傑不為誰而做的歌血齒 但最終仍不幸淘汰 結束Only兩集的歌手錄 她的音樂合夥人李莎名字 跟發音片替她抱不平 對於很多喜歡她的人來說 楊承麟不需要證明自己了 因為在這麼多年 藏在我們耳機裡的她的歌 陪伴著我們的她的青春 本身就是答案 未來我們的青春 依然要住著妳 為神而做的歌 為自己要唱啦 我就是愛舞台 真的簡單 對 為每個神而唱 戰勝自己就好啦 成林巴北後 也不氣餒發文 一堂開心旅程 巡演繼續跑起來 但此時微博 卻出現不同的聲音 有網友指 汪蘇龍演唱血肉 時過於山情 批評聲浪 思綺 覺得楊承麟不該被淘汰 網上還流傳 汪蘇龍面對批評時的反應 該影片更沖上微博熱搜 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對 還不如讓我走了呢 既然已成定局 網友也別再噴啦 汪蘇龍為歌手這個節目 也是提前做不少功夫的 這首歌 是我寫好放到專輯裡面的一首歌曲 《想到我們》 然後我就在想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我在歌手的第一期 要唱一首自己的新歌呢 因為第一期 大家往往都是唱自己的代表作 那個時候就想到說 誒 這首歌 其實很適合這個舞台 這首歌的歌詞 就是我們有寫到很多很浪漫的宇宙啊 有寫到這個世界的紛紛擾擾 但是最後其實落足點是人與人的關係 是我們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情歌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你熱愛的事情 你熱愛的一個地方 或者你堅守了一段回憶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對我而言是非常私人化的 我覺得既然來歌手都來了 那就任性一點 敢做敢為一點 我們應該是在歌手裡面 第一個唱未發表新歌的人 我覺得這很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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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